如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着科技带来的便捷 移动之父 旅行的时候订机票 订酒店 地图导航 基本上一部手机就可以全国畅行无阻 同时现在越来越智能的汽车 也在分担起了手机的任务 就比如哈佛H6 它可以连接我们的智能家居 还可以用手机远程的提前把车辆启动 打开空调 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黑科技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它的科技 体验下来到底如何 中国机在外面特别冷 我已经远程启动了空调 车里暖和着呢 你看北京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有零下几度了 人站在室外没有一会儿就开始打哆嗦了 更不用说冻了一宿的车了 如果是一个冷启动的状态 这个车里的温度加上这个动手的方向盘 都是司机的噩梦 没有个十几分钟 这个车不可能水温上来 但是现在呢 有手机远程控制 就非常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我可以通过手机上的一个APP 就可以提前的把这个车的发动机启动 然后呢把空调打开 把座椅加热打开 当你进到车里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温度了 另外呢 通过这个手机APP你还可以远程的去监控你的车的 包括它的蓄势里程啊 包括它的一些车辆的状态 那除此之外 这个车现在还可以绑定你的智能家居 那你可以在开车下班回到家之前呢 就可以把家里的空调打开 然后再把家里的 比如说洗衣机这样 扫地机器人的设备都打开 那在你到家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拿出洗好的衣服去晾衣服了 那家里呢 地板也都清洁好了 非常的方便 其实呢 除了智能互联方面的功能呢 这辆车的内饰设计啊 也是科技感十足 首先呢 它是有中间的一块12.3英寸的 一个很醒目的大屏幕 另外呢 10.5英寸的仪表呢 也是做得很精致 Zenry它还有HUD的抬头显示 而且呢 它的抬头显示是全彩色的 那你可以通过这里呢 不仅看着车辆的信息 同时呢 像它的一些导航的信息啊 包括驾驶辅助的信息啊 也都可以不需要低头 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而且呢 你看 它的中控设计呢 也非常的具有这个科技感 一个旋转式的换挡杆 然后包括它的倒车影像啊 包括它的驾驶辅助啊 都可以通过这个屏幕来触摸控制 那此外呢 像我的手机放在这里 还可以直接无线充电 下方呢 还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呢 不仅是科技感十足 同时实用性也是做得非常不错 中间的多媒体屏幕呢 整体的UI界面设计的比较简洁 像传统的空调控制区啊 导航以及驾驶模式啊 包括天气啊 都可以在这一目了然的看到 当然我觉得更好的一点啊 是它可以通过语音 来控制车辆的很多的功能 不需要再上手去操作了 给大家做个演示啊 你好哈佛 我有点热 你看 其实是通过一个自然语音 你也不用告诉它设定到多少度 它就自动的可以理解你的意思 进行一个深度的思考 其实科技智能化呢 不单单体现在配置上 驾驶辅助系统上的进化也很重要 它PG6呢 拥有非常多的摄像头和雷达 那么依靠这些呢 你可以实现 ACC的全速段的一个自身巡航 包括呢 智能的巡航辅助 以及交通拥堵辅助 同时呢 它还能识别路上的 这些限速的标志 以及各种的路上的这种交通识别的标志 那资性巡航开启呢 可以通过方向盘后边的这个拨杆进行开启 开启之后啊 你会感觉相比较同级的车型呢 它的这种自动跟车会更加的平顺 比如说加速啊 减速的过程呢 不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突兀不舒服 另外啊 就是在交通拥堵的时候呢 它的跟车呢 也是相对反映 会比较像我们自己去驾驶车的这种逻辑 还有像路上的这种限速的标志呢 它的识别也是很准确的 当然如果你对自己的驾驶停车技术啊 不是很放心 或者不是很有信心的话呢 它还有360度全景影像 以及自动驳车的功能 方便你去停车 虽然有了一个很全面的360度的全景影像啊 可能有些朋友还是觉得自己的驾驶技术不够放心 尤其是进入一些小巷子啊 或者小胡同的时候呢 可能会担心 没有办法掉头 这个车不好开出来 但是没事 这个哈佛H6呢 新款呢 它有一个叫做自主式的循迹倒车功能 那它可以记录你这个车50米的一个行车路线 然后同时呢 原封不动的给你倒出来 这个功能啊 一般之前在豪华品牌上 但是呢 现在哈佛的H6也有了 怎么用呢 我给大家做个演示 首先呢 我们模拟了一个像是一个小巷子的 然后我们摆了几个装筒的弯角 我们把车先从这个模拟的小巷子中开过去 需要经过几个转弯 然后呢 开到这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转动到倒挡 然后按上屏幕的这个循迹倒车的功能 之后呢 我就不需要再自己操作 看完全是车在控制 但是你要保持专注 准备一个制动的状态 但是车辆呢 会帮你控制车速 这个车速不快 然后包括它的转向 包括它的这些车速啊 全都是车辆在接管 我完全没有操作 然后现在它的倒退的路线 就是我刚才开过来的路线 这个功能整体使用还是非常方便 其实啊 除了这些便捷型的配置呢 安全方面啊 哈佛H6也都不含糊 比如说呢 它有AB全场景的一个紧急制动 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开的时候呢 有一些环境下会有这种 司机来不及刹车的 轨探头啊 或者一些司机走神的情况 那么它遇到危险呢 会发出警告 如果司机像我这样 还不采取措施 它就会自动制动 保证你的一个安全 以上说的这些高科技的配置啊 还可以通过软程的OTA进行升级 所以保证这些功能呢 在你的哈佛H6上永不过时 当然我们在日常路上开车的时候啊 你不去撞别人 但是避免不了别人可能会撞到你 在被动安全方面呢 哈佛H6也是有保障的 那它大量呢 采用了2000兆帕的一个热成心钢 能够做好最后一道的这种安全保障 万一万一发生碰撞了呢 还能保证你的车内程度安全 好刚才啊 说了很多的驾驶辅助 以及科技方面的配置啊 下面还是得说一说 这辆车的三大件 首先就是发动机 那我开的这台车呢 是搭载了一个1.5的 GDIT EVO的一个增压发动机 那最大功率呢 124千万 最大扭矩啊 285牛米 其实账面数据表现不错了 并且呢 值得一提的是 它采用了一个电控的增压器 所以呢 响应会很快 那这台发动机啊 主打的是一个经济性 整机的热效率呢 达到了38% 并且呢 经过重新调教之后呢 它由原来的最大扭矩的输出平台 这个1400转到3000转 现在提升到了1400转到3600转 也就是说你在加速的时候呢 最大扭矩的输出范围会更广 给你的这个动力的加速表现呢 会有一个更持续性的这种感受 另外啊 这台发动机毕竟它是主打经济性的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更加看重动力和这种加速表现的朋友呢 其实新的H6还有一台2.0T的发动机可以选择 那这台发动机啊 在1500转的时候就可以爆发出320牛米的最大扭矩了 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绩 并且它的整机热效率达到了38.2% 比这台1.5T的发动机整机热效率还要高 所以如果对动力有更高要求的朋友 不妨关注一下这个2.0T的车型 我开的这台1.5T的车型呢 匹配的是第二代的7DC变速箱 传递效率高 而且反应很快 我觉得双离合的变速器呢 一旦调校好了 它的整体的平顺性 其实比传统的这种AT的变速器表现还要好 那我这几天开下来呢 这辆车正常行驶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混淡 表现非常令人满意 除非是当你急加速急减速的时候呢 它才有这种细微的顿挫感 另外呢 它还提供了多种的驾驶模式选择 比如说普通模式下呢 它就以平顺和精力性为主 如果你调到了运动模式啊 它会变得很亢奋 一个积极的降挡的感觉 另外呢在你轻轻的点这个油门的时候呢 它就会立马有这个反应了 这种呢可以让你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运动感的驾驶体验 另外呢就是整体的底盘调校 它的悬挂呢是很符合现在年轻人喜好的啊 柔中耐刚 并且呢它的这种韧性是很足的 另外这辆车还给我一个很明显的感受 就是它的静音表现做得很好 据说是大量的采用了隔音的材料啊 在日常行驶的时候呢 路灶以及风灶抑制的都不错 车速快了以后呢 它对于风灶的控制也是非常理想 其实呢第三代哈佛H6啊 除了在该级别中领先的销量表现 科技也是它现在的一大优势 那全新的柠檬平台 无论是从动力还是从驾驶表现上呢 都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了 那哈佛H6像它的OTA升级 以及循迹倒车功能 都是它的一个产品亮点 所以呢对科技方面感兴趣的朋友 不妨去到店里体验一下这款车